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明星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汪峰和张子怡的离婚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对模范夫妻最终也没能逃脱七年之养的魔咒 他们发布的声明称 婚姻生活已经渐行渐远,不得不选择分手 然而,汪峰的前妻葛慧杰和网红韩安然的出现给这件事增添了一抹荒诞诙谐的色彩 葛慧杰在直播中庆祝张子怡的离婚 而韩安然则嫌弃汪峰的年龄和身上的老人味 这些评论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和讨论 尽管汪峰和张子怡的离婚令人痛心 但也不能忽视他们婚姻的起起落落 婚姻是需要共同维护的珍贵财富 但有时也需要面对现实 不同的人生阶段和生活方式可能导致配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然而,我们不应该对他们的私人生活过分干涉和评论 在社交媒体的世界里 许多人都喜欢通过评论和分享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婚姻对象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 而不是对他们的婚姻生活提出过多质疑和批评 最后,我们应该从汪峰和张子怡的离婚事件中吸取教训 更加珍惜我们的婚姻和家庭 我们要尊重并理解配偶的需求和想法 与他们共同面对生命中的挑战和困难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汪峰与张子怡离婚的原因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讨论 有人认为是因为汪峰沉迷赌博 而另一种说法是汪峰出轨年轻女子 无论是哪种说法 大家都普遍认为汪峰有过错 这让人不禁想知道 作为一个在歌坛上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人 汪峰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被贴上渣男标签的形象的 这涉及到汪峰的感情历程 事实上,汪峰的感情历史非常混乱 他前后共有四段婚姻 每一段都已离婚告终 这充分反映了他在感情方面的困惑和缺失 回溯到1998年 当时27岁的汪峰正在成都巡演 意外结识了电视台主持人齐丹 汪峰主动邀请齐丹共进晚餐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仅仅三天后 齐丹决定跟随汪峰来到北京 为了追逐梦想 齐丹全心全意地照顾汪峰的衣食住行 简直就像是把汪峰 当成自己无比珍贵的宝贝一样呵护 2003年 两人正式结婚 齐丹心甘情愿成为了汪峰背后的女人 然而 仅仅一年后 凭借着春天里的热度 汪峰开始了他的变化 在一次活动上 汪峰一眼就被当时只有17岁的模特葛慧杰吸引了 两人血速产生了共鸣 之后开始了没有顾忌的同居生活 为了挽留汪峰 齐丹尝试了各种方法 但最终还是未能让浪子回头 汪峰离婚后 天天与葛慧杰在一起 很快葛慧杰就怀孕了 然而 汪峰很快对心智不成熟的葛慧杰产生了厌烦 怀孕期间经常将他一个人扔在家里 自己则到酒吧里纵情完了 这些事实都让人不禁想问 为什么一个事业成功的人会在感情上如此失控 或许汪峰在追逐音乐梦想的过程中 对于感情的处理并不成熟 他可能缺乏对伴侣的珍惜和尊重 这导致了他的婚姻频繁破裂 同时 他也可能陷入了名利的诱惑 导致他在感情交往中变得不忠诚和不负责任 这些都是导致他被贴上渣男标签的原因 然而 我们不禁止看到汪峰感情历史的混乱 而忽略了他作为一位音乐人的成就和贡献 汪峰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在中国乐台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人气 他的音乐作品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传递着真挚的情感和积极的力量 他是一个创作才华出众的艺术家 他的音乐才华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赞赏 总之 汪峰的感情历史的确让人感到困惑和痛心 但这并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位音乐人的成就和才华 我们应该以一种客观和全面的态度来看待他 既欣赏他的音乐才华 也对他的感情生活保持一定的审慎和警惕 总的来说 汪峰在感情方面的困惑和缺失导致了他婚姻的频繁破裂 虽然这一点让人感到遗憾 但我们也不应忽视他作为一位音乐人的成就和贡献 通过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支持他的艺术事业 汪峰 一个才华出众的音乐人 却在感情路上饱受波折 他的感情经历被各种媒体不断曝光 让人们对他的印象有所改观 他与葛惠杰 康作如 张子怡等女性相继结婚 并离婚 导致他经常被称为渣男 然而 汪峰也曾有一段真挚的感情 那是与华那唱片的云字 两人因工作相识相互欣赏 见生情愫 然而 云子的不幸自杀 让这段恋情戛然而止 汪峰在感情路上的挫折 让人们不禁感慨 在爱情面前 谁也无法预料到结局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珍惜当下 真心对待身边的人 这件事情真的让人震惊 汪峰和张子怡的离婚被突然宣布 让人难以置信 多年后 汪峰在采访中提起这段婚姻 似乎带着遗憾和心痛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这八年的婚姻中 张子怡似乎是一个受害者 那么 张子怡是婚姻的失败者吗 她与汪峰共度的这八年里 连一场婚礼都没有举办过 无论之前关于她的绯闻有多少 至少她还是一个未婚的女子 而汪峰呢 她已经结过三次婚 甚至在成为张子怡的丈夫之前 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然而 张子怡心里明白 在父母婚姻失败的情况下 孩子是最无辜的一方 因此 张子怡对汪峰和葛惠杰所生的女儿 小苹果是如己出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她 这种深厚的母爱 竟引来了亲生母亲葛惠杰的疯狂攻击 她甚至认为张子怡在与她作对 难道一个人真心地爱自己的女儿不是好事吗 你这样的行为会对小苹果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明星的婚姻通常比较脆弱 大家都很好奇 汪峰和张子怡这段本来很稳定的婚姻怎么会走到这样的破裂地步呢 或许大家还没有注意到 在去年情人节之后 他们很少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甚至他们的微博上也几乎看不到彼此之间的互动 就在昨天中午 当狗仔对曝出汪峰和张子怡离婚的消息时 许多网友纷纷留言 他们本来好好的 难道不怕打官司吗 离婚无疑是一件痛苦而复杂的事情 无论对于当事人还是对于家庭和孩子来说 我们不能只看到表面的矛盾和冲突 更应关注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或许曾经相爱的两个人 面对现实的压力和冲突 做出了他们认为最好的决定 这段婚姻的结束并不代表他们的失败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希望汪峰和张子怡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无论是在失业还是在生活中 同时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以成熟和理智的态度处理好与孩子的关系 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离婚并不是世界的终点 而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让我们给予他们理解和支持 相信他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张子怡和汪峰的离婚 让人们再次看到了娱乐圈的残酷 张子怡曾是大满观影后 但自从和汪峰在一起后 她的演艺事业和容貌都开始走下坡路 娱乐圈从来都是指纹新人校 谁管救人哭 这一把心酸泪 张子怡算是体会了透透彻 现在 两人分开了 我们要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展翅高飞 无论这次婚变的细节如何 我们都该抱有理解与宽容 感情本就难以掌控 婚姻更需要双方共同经营 唯有当事人反思与成长 才能获得幸福 我们也应该秉持这样的心态 不去揣测他人私生活 一集与支持与理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触摸目楼